中共權力中心在洗牌 習心腹在陷傳言 美國會高層談美中衝突 專家說台灣要做最壞打算 中共取消報復手段 刺版名副批外交行事毫無張法 而因力撐白紙革命 30歲影猴遭遠封殺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芬妮 首先感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月30日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中共全國兩會前 各省市先陸續召開人大及政協會議 一些重要省市兩會期間的人事消息 成為外界觀察中共高層權力變動的窗口 上海兩會公布了新一屆市政府班底 外界注意到原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舒慶 沒有連任副市長 港媒《星島日報》1月27日報導說 有傳聞指舒慶已入境 升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長明確為政部級 《星島日報》還透露 隨著舒慶入境 中共中央政法委的人事洗牌也進入尾聲 預料3月中共全國兩會上 英勇張接提將軍擔任中共最高檢察長 將軍接提周強擔任中共最高法院院長 周強轉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中共最高檢常務副檢察長 同建明 張出任司法部長 另外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已經在二十大上確定為陳文青 陳一新填補陳文青原來的位置出任國安部部長 至於誰來代替陳一新原本的中央政法委秘書長一職 《星島日報》說 目前人選尚未明確 有傳是去年7月入京擔任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的銀白 講到中共政法系人事變動 還有一個重點關注對象是習近平的親信 公安部長王小洪 他在二十大上已升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如無意外還將擔任國務委員 而剛剛入京的書慶 如果真是如傳言所講出公安部副部長 就將是王小洪的副手 外界因此注意到 書慶在河南任職期間 就與王小洪有交集 如果這是習近平調書慶進入公安部的主要考量 這樣就意味著王小洪的權力會繼續做大 不過 最近推特商傳出未經證實的消息說 王小洪健康出了問題 在中共二十大前奏查出 乾額晚期 所以習破格提拔他為公安部長來衝起 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任命了陳文青 而不是王小洪來做政法委書記 從去年12月開始 王小洪連續兩次缺席 中共中央政法委全體會議 因此引發過總猜測 上述推特消息說 王小洪缺席的原因就是健康問題 但這個傳言暫時無法獲得證實 而且王小洪雖然缺席去年12月的政法委全體會議 卻在今年1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法工作會議 負責主持並做總結說話 另外還在1月8日的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上說話 因此也有分析認為 王小洪缺席會議可能意味著 他下一步職務有變 例如可能接提 定薛祥出任中共中辦主任 不過中共公安部和中辦都是要害部門 王小洪如果同時身兼兩職 將開創中共官場的又一先例 至今 中共中辦主任已經拖了近3個月都沒有公佈人選 從中共內鬥中習近平的健康問題 曾經多次被拿來做文章來看 王小洪患病的傳言也可能是 內鬥再次激烈的信號 作為習近平的心腹 王小洪多次擔任剿滅習近平政敵 例如他主力捉的孫力軍政治團火案 其中的孫力軍、傅政華、王立科等政法府 被指涉及政變、行次 最近隨著中共重要政治節點全國兩會的論近 又傳出習家軍內部不同派系鬥爭激烈的消息 大紀元就引述北京一個高幹子弟說 習自己身邊的人計劃在兩會前 這一兩個月倒戈習近平 兩會前中共高層可能有事發生 美國空軍機動司令部司令 邁克、米尼漢警告中共將在兩年內出兵台灣後 全國國會高層邁克默考爾也表示 這個可能性非常高 有專家認為台灣要做最壞的打算和最好的準備 米尼漢將軍在上星期五發布的一份備忘錄中說 我的直覺告訴我 我們將在2025年作戰 因為美國和台灣都將在2024年舉行總統選舉 美國皆是將注意力從印太轉移回美國國內 這個可能為中方採取軍事行動、創造機會 對此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新主任主席 邁克、默考爾 禮拜日對福克斯新聞說 我希望他是錯的 不過我認為他是對的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 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紫雲1月29日對大紀元表示 關於中共什麼時候入侵台灣 美國軍政界有不同的觀點 政界多數認為中共還是會以和平的方式來所謂的統一台灣 但是軍職人員就一面倒認為 北京可能在2027年前就會動武 蘇紫雲認為中共可能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 已經是一個主流的趨勢 所以台灣要做最壞的打算 最好的準備 但他認為 中共自己也要面對內部的挑戰 包括經濟的硬著陸 而且一旦攻台失敗 對於習近平和共產黨來說 將是政治災難 早在2021年3月 美國印太司令部前司令 非利普大維森就表示 中共可能會在6年內 也就是2027年前進攻台灣 這個時間表被稱為大維森槍口 但在中共因為失敗的防疫政策 陷入內外交困的局面後 越來越多專家學者警告說 中共可能對外挑釁 來轉移內部壓力 台灣是最可能的目標 女澳法學家袁洪斌1月29日對大紀元表示 新上任的中共國台辦主任宋韜 是習近平的親信 習近平安排他負責台灣事務 交給宋韜一項秘密任務 就是在今年年內 動員中共在台灣 培育起來的全部統戰力量 阻止賴清德在2024年當選為下一屆台灣總統 一旦總統失敗 中共就要在2025年入侵台灣 袁洪斌說2024年美國也要舉行大選 中共外交部部長秦剛 在2023年至2024年最主要的任務 應該就是盡力對美國社會進行滲透和操作 企圖在製造美國2020年大選後出現的 社會撕裂和政治動盪 從而削弱美國介入台海戰爭的國家意志和社會願望 中共駐日大使館29日宣布 即日起恢復合法日本公民前往中國的簽證 日本資深媒體人磁板明夫同一天在臉書發文表示 由此可以提出現在中共外交行事方康走板毫無張法 此版明夫指中國國內疫情升溫 日本政府限制中國旅客入境 所以中共禁止向日本旅客發出簽證作為報復 當時國際社會就批評中共的行為不符合國際常識 因為日本政府明顯只是為了降低風險 針對的是病毒 而中方的報復行為針對的卻是日本人 沒有想到才過了兩個多星期 在日方保持原定政策的情況下 中方單方面撤銷了對日本的報復 等於中方承認報復行動是錯的 賜板明夫表示 從此事可以看到最近中國外交的兩個特點 首先就是中心思想混亂 重視面子和重視經濟這兩種聲音正在展開博弈 重視經濟的勢力好像佔了上風 第二 政策方向調整迅速 說句不好聽就是無原責 中國女演員春夏而始受到中共封殺 有眼瞻的網民發現 他近期連續在新片《風在喜時》 及中共央視春晚的演員名單中消失 現年30歲的春夏 2015年首度出演電影《塔血沉梅》 就一舉斬獲香港金像獎 最佳女主角 成為金像獎史上首位90後影后 去年11月白紙革命爆發時 春夏在微博發文 什麼也做不到的我們 只能在家裡淡腳掉眼淚 接著又轉發了一張帖寫著 孩子們站出來了 大人們應該保護他們 不要做可恥的大人 有人曾提醒他注意 但春夏不以為然 表示因為感覺到某個地方有療靠 然後就都擾道而行 這樣的思維模式正是最可怕之處 思想的牢籠 意識的牢籠是自我放棄 上述貼文最後被刪除 同時春夏的演藝事業也出現波折 他先被中央央視春晚除名 然後郭富城和梁朝偉的電影《風在喜時》 官網宣布上映日期時 網民發現 春夏原本是特別出演 但沒有出現在官方海報上 春夏連續兩次被除名 網民猜測他已經被中共遠封殺 好了這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會